孩子,愿你从此不再有痛苦 孩子,谢谢你来过人间 人的肉体总有坏掉的那一天 但是灵魂是不灭的 我把所能给予我的孩子的最好东西送给了他 我是洪凤师Alice Arianto 在印尼出生,现在居住在摩尔本 2013年摩尔本法会时与师父结缘 当时我最小的宝贝刚刚查出患了一种罕见的基因病 这是一种医学无法医治的疾病 我们访便各种专家得到的相同结论就是 孩子会越来越差,会经常进医院 差不多还有一年半就要走了 我完全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看着孩子在短短两周时间失去一切功能摊在床上 我一次次想到死 一次次看着两个健康懂事的女儿而不能去死 求生不得,求死无门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走进法会现场 师父慈悲开示和医生说的一样 孩子还有一年半的时间 想超越这个时间,要念108乘以108 一共11664张经文组合 拼命放生和红法 孩子是来讨债的 会花掉家里全部积蓄,然后离开 听说可以为孩子严命 我和我先生马上开始学佛念经 之后有一次见到师父 师父慈悲给我讲了我和孩子的前世 那时我开车不小心撞死了他 因缘俱合,这一世他来做我的孩子向我讨债 先讨钱,后讨命 法会开出的一万多张经文组合 念完后孩子还是会走的 但是至少我可以多还一些债 让结果好一些 我当即发愿,在印尼弘扬佛法 第一场法会,我把百分之百的功德转给了儿子 接下来,各种度人的功德 吃全素的功德和其他法会的功德 也全部转给了儿子 并一直给他放生 我希望感动天地 从地府把他的名字拿出来 留他在我的生活里 天天看到他 我甚至幻想 有一天他可以完全恢复健康 和别的孩子一样 跑来跑去,去上学 孩子越来越大,越来越漂亮 不知不觉 医生说的一年半过去了 三年过去了 五年过去了 但是我心里一直不能忘记师父说的 一万多张经文组合念完 孩子还是会走的 去年年底 一个亲戚来家里 他可以看到一些灵界的东西 他对我说 孩子的日子不多了 到时菩萨会来接他 儿子有莲花 而此时 一万多张经文组合 也基本完成了 我非常痛苦 非常害怕 也不太相信 一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孩子 还能有莲花 上个星期 童修要我一起去悉尼观看周日的春节晚会 我犹豫再三 决定带两个女儿一起去悉尼 在悉尼的日子非常开心 但是在佛陀成道日那天下午 也就是2019年1月13日 师父突然让我返回摩尔本 并委托一位童修送我回来 我知道一定是儿子出事了 我晕晕乎乎地返回摩尔本 想赶紧去医院 但是当我看到来接我的 是我的先生和弟弟的时候 我知道 我的儿子不在了 感恩菩萨加持 我还能够到医院去看一眼儿子 他那么漂亮和安详 就像睡着了一样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家的 但是我知道 菩萨一直加持着我 事后先生告诉我 师父早就知道了 师父也告诉我 是菩萨安排了我的心里之行 因为如果当时是我在家 而先生去悉尼做义工的话 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女儿 还有我的婆婆 根本不能应付这一切 事情一发生 师父就慈悲 为我的儿子看了图腾 当师父说出结果时 在场的所有人都开心地笑出来 观世音菩萨慈悲 选择在佛陀成道日这一天 和伟大的佛陀一起 亲自接我的儿子超出六道 我的儿子现在是菩萨了 他再也不要喝牛奶换尿片了 他在天上拥有了自己的莲花 这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法门 如果没有学佛 没有师父 没有佛法 没有观世音菩萨 我的儿子可能几年前就走了 花尽我所有的积蓄 让我痛不欲生 在自责中选择自杀 而我那么有福 走进佛门 我有了师父 知道了轮回因果 我选择一种有意义的人生 弘法度人 并不断弘法和参加法会 把功德转给我的儿子 我如愿了 我真的把儿子的名字 从地府中拿出来了 并在菩萨的慈悲下 借助那一万多张经文组合 和弘法度人的功德 把我的孩子 直接推出六道轮回的苦难 人的肉体总有坏掉的那一天 我的孩子也是 在超出医生预言 寿命的三年多之后 他的肉身也不再能支持 但是灵魂是不灭的 我非常感恩 能有观世音菩萨的法门 真正令我的孩子解脱 再也没有痛苦 而我也因此 走出前世的夜报 把我所能给予 我的孩子的最好东西 送给了他 再一次感恩 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不仅滋养了我的会命 还亲自来接吟我的儿子 感恩伟大的佛陀 不仅让佛法流传世间 还在普天同庆的殊胜日子里 和观世音菩萨一起 亲自来接吟我的儿子 感恩大慈大悲的恩师慈父 不仅教会我学佛做人 几年来一直加持我和孩子 还在我儿子最后的时刻 把一切安排得这样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